二战德军的真实老照片 通过这一组老照片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这段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影像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7月 在东建战役中获得军功的德军党卫军士兵 一名军官正在给他们佩戴勋章 此时苏德战争爆发刚刚一个月时间 此时德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苏军的边境防线直接被瓦解 数十万苏军成为了战俘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 在北非战役中的德军北非军团 在隆梅尔的率领下 北非军团进入北非战场后 一度捧扫英军 曾经面对意大利战无不胜的英军 被隆梅尔率领的北非军队逼得一路溃败 展开全文这张照片 拍摄于1941年 苏德战争前期攻入苏联境内的德军部队 照片中为德军步兵士兵 正在一个战壕中整修 此时的德军疯狂进攻苏联 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 德军进驻奥地利 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德军处于崛起时期 强大的军事力量 让德意区的百姓为之振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 在东线萨尔战线部防的德军部队 此时苏德战争中的局势已经逆转 苏军掀起了大反攻 德军败亡的局面已经无可挽回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 在东线的德军士兵 正在为阵亡的战友举办葬礼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 苏德双方都阵亡了百万军人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 此时战局处于被动的德军 正在东线战场上 照片中的德军士兵 扛着铁拳反弹特炮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 在东线战场上的德军部队 镜头中站立的德军士兵 扛着一艇MG34机枪 远处的建筑物正在燃烧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